17章的最前面 好 你看这是 他们去变相山 然后耶稣显出他的荣耀 然后什么有摩西伊利 继续往下 然后继续往下 然后他们就下山 去变相山 下山以后 然后门徒就搞清楚 耶稣的身份 耶稣是谁 什么之类 对不对 因为他现在知道他是神的爱子 他们清楚亲眼看见 然后继续往下翻 好 然后呢 他们从山上下来 在路上的时候 门徒问这个问题 知道耶稣是谁啊 什么的 对不对 然后甚至你看第13节 讲到施洗遇汉 然后到第14节 耶稣跟门徒到了众人那里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 主啊可怜我的儿子 怠命我儿子 他害癫痫 然后跌在火里啊水里 然后呢 我带他到你们奴里 他们却不能医治他 好 所以你会发现 耶稣的门徒们 无法医治这个 被鬼附的 这个 其他平行经文提到 被鬼附 反害癫痫病等等 好继续往下 好 十字节 OK好 你看第15节提到哦 你看这个人带着他的儿子来 然后这个孩子 得癫痫 得癫痫 为什么会跌到火里跟水里呢 对不对 如果说是想有癫痫 你一定不会让他靠近火 靠近水的啊 所以你继续往后看 就算看到这里都觉得很奇怪 就往后看 其实后来耶稣把鬼赶出来 所以他是被鬼附而得癫痫 所以如果任何人得癫痫 并不代表一定鬼附 这是鬼附给的癫痫 但是不一定 他一定得癫痫 就是鬼附 要了解哦 OK好 好 门徒没有办法医治他 所以第17节耶稣说 这不信又被谬的世代 我忍爱不到几时 然后耶稣就把鬼赶出来 你知道另外一个平行经文是什么 就是那个 就是门徒赶不出来 然后呢 然后耶稣说 再信人凡事都难 然后那个爸爸承认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OK 然后耶稣怎么说 耶稣没有在说 耶稣就把鬼赶出来 好 那个爸爸既然承认自己信 但是信不足 为什么 耶稣还可以把鬼赶出来 因为在信人凡事都难以 耶稣是那个唯一 完全有信心 完全相信 耶稣是信心的 开创者跟创始者 唯一完全有信心的 就是耶稣自己 了解 所以啊 不是要靠信心大才能成就 是要靠耶稣完全的信心 所以你看 这边其实要用平行经文去看 等一下来看平行经文 先把这经文看完 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 好 到19节 然后门徒问说 为什么赶不出去 然后呢第二十节就说 是因为你们信心小 然后呢你们如果信心像一个戒菜种 就对这个山说从这里 OK啊 那你知道吗 你知道戒菜种是什么吗 戒菜种比胡椒利 不是一颗的胡椒 是你去转转转 掉出来那个胡椒还小 超级小 他说你信心小 也可以让山从这边移到那边 为什么 因为连结 刚才说 我们等一下去看另外平行经文 就是因为你是连结耶稣 可以 简单这样说好了 我们举个例子 你有一题数学题不会 然后呢 你需要多大的信心才能够找会的人帮你做 不用你只要相信这个人会 而且他愿意 他就来帮你做了 对不对 他就教你 你就会了 对不对 所以你信心要很大才会吗 你对他充满信心 这可能一定会 或是偶想他大概会吧 他搞不好会问问看吧 无论如何他都是会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信心很小很小 他可能会吧 或他绝对会 信心超级大 有人说戒菜种就是 原本很小 可是后来会很大 这边是说戒菜种 而不是说长大的戒菜 所以不是在讲信心大小 只是告诉你信心很小 也可以成就 了解 所以 是因为你连结于耶稣的信心 意思是什么 你小小的信心 你相信耶稣可以 然后他来就做成 OK 可是21节提到 那为什么这一类鬼 若不祷告禁食 就不能出来呢 前面提到信心 不是靠你有信心 而成就这些 是靠耶稣 但是第21节 21节就有提到 要禁食祷告 就是有一些鬼 要禁食祷告 是一个规则吧 或者是一个种种原因 好 若不祷告禁食 他就不出来 那有种种原因嘛 那老实说我不敢说 但是这边确实有写 若不祷告禁食 那你就觉得 那耶稣有禁食吗 你看 你从头到尾 刚才看到耶稣在变相山上 到现在 他有吃任何东西吗 所以耶稣自己也禁食啊 对啊 OK 然后 而且耶稣常常在禁食啊 回两个题目 第一个 门徒信心到底大跟小 第二 那既然信心小就可以 为什么不一句话 把他赶出去 对不对 完全一样的故事哦 同一件事哦 因为耶稣又从变相山下来 对不对 现在是马可福音 在记者同一个故事哦 所以说 对三福音 辅累福音 可以彼此参照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同角度 马可 他去问了彼得 因为马可算是彼得的徒弟啊 所以其实是彼得 讲很多东西跟马可 加上他自己去参照出来 所以耶稣变相山 好继续往下 好 变相山 然后就下来了 继续往下翻 来 好继续往下 好 然后他们就下来了 下山的时候 第九节 第九节耶稣就跟他们讲说 你们要什么死里复活 他要死里复活 什么 然后呢 他们还在讲死里复活 什么意思 然后就问什么 以利亚 然后继续往下翻 所以这是从山上走下来 路上问的问题哦 好 OK 所以到了 走走走走 走来到第十四节 耶稣到了门徒那里 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 又有文事跟辩论 同一件事哦 不同的角度的记载哦 但是马可福音九章 已经到十四节 十五节大家看到耶稣来 哦那个拉比来了 赶快去问他 赶快去问他 耶稣就问他说 你们和他们辩论是什么 耶稣当然知道 可是耶稣故意要 他们讲出来 最少跟他一起来 回来的门徒不知道 对不对 好 第十七节 有一个人 说夫子我带了我儿子 到你这里来 他被哑巴鬼附着 所以不止癫痫还有哑巴 然后鬼你看 第十八节 鬼捉弄他 让他跌倒 然后口中流没什么 然后把鬼 所以你看哦 他有 其实这个人是癫痫 火里水里 然后跌倒 口中流没 咬牙切齿 全部都弄在一起哦 然后耶稣就叹 不幸的世代啊 什么 你看情节都一样 对不对 我能不能到几时哦 然后 第二十节 他一见耶稣鬼 就叫他 重重的抽风 打在地上翻来翻去 对不对 因为鬼知道 他要快被赶出去 他很害怕 然后耶稣都问他说 那怎样 从小嘛 对不对 你看这边也提到 对不对 扔在火里 水里要灭他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培行经文就是 你会发现 这是两个人 假设一个车祸 两个 两 你知道 马路 假设十字路口 有四个角 有四个人看到 同一个车祸 他们看到了 同一件事 可是他们看到的角度 可能不一样 有人看起来好像是 车子撞到人 有人以为 他没撞到 他闪过去 你角度不一样 可是同一件事 懂吗 你就会看到 很多细节是有关的 这就是为什么 圣经可以参照 OK好 所以你看同一件事 水里活里 这些细节都一样 往下翻 好 二十三节 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第二十四节 他爸爸就说 甚至于流着泪的说 我相信 但是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所以意思是我信 但是我信心不足 你有没有发现 开启在讲 我信心小小的 但是求你帮助 然后耶稣就把鬼赶出去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小孩就抽风 好像死 可是后来他好了 好继续往下方 然后他就站起来 然后等到这件事结束 回去了 他们进了屋子 门徒就问他们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赶他出去呢 然后耶稣才说 这些是 有些地方有写禁食 有些地方没有禁食 有古剑加禁食 耶稣说没有 非用禁食祷告 这类鬼总不能出去 所以其实 你有发现一件事 为什么耶稣在 另外那个经文 要讲那个 芥菜走 平行 是因为 其实这个爸爸 为什么可以赶 他生 他的儿子的鬼 为什么可以被赶走 因为这个 这个爸爸用小小的信心 好 你看第二十二节 这个爸爸对耶稣说 你说我能做什么 求你怜悯 这有没有很像 我刚才说的数学题目 他一定会做孙 他有可能会做 就是问问看 他会不会做 他是最低的 你若能做 就是问问他 有没有办法赶 门徒都赶不出去了 他也许稍微厉害一点 有机会 然后耶稣说 若能信 再信人 凡事都能 这个再信人 其实他 耶稣才是完全信心 没有人的信心是完美 所以二十四节 他也说了 我信 但是我信心不足 其实就是 我有小小的 芥菜种的信心 求主帮助 结果后来 你看平行经文去看 耶稣说 若你有小小像芥菜种 那么小的信心 事情也会成就 果然成就了 但是今天是靠爸爸的信心大吗 没有啊 你信心小 也可以成就 因为他的信心 连接于对的人 叫做耶稣 所以呢 门徒是不是信心比较小 是啊 门徒真的信心比较小 跟耶稣比的话 对 但是这件事根本 赶这个鬼出去 根本跟他信心大小没关啊 你是靠你的信心大 还是靠 靠谁的信心大赶鬼 是靠耶稣啊 所以你彰显神的同在 简单说 你这题不会 你信心不 你信心 你对于你自己没信心 这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你觉得那个人 他应该会做 他绝对会做 他保证会做 我打包票 他不会做 我从头上跳下去 无论你信心多大 他还会做 就是会做啊 耶稣就是这个会做的人 所以你只要敢找他 他就会成就啊 对不对 就这样啊 好OK 那继续往下翻 可是 所以第一 门徒信心有没有小 他真的比较小啊 但是不是靠他们的信心大小啊 再来 好OK 17章的20节 20节就好了 20节 耶稣说 是因为你们信心小 所以门徒确实信心小啊 门徒暗暗的到耶稣跟起来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敢做鬼 耶稣说 是因为我们信心小 所以信心有大小啊 对啊 但是因为你们信心小 没错啊 但是我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的信心小 你们还是可以移山的 不是靠你信心大小 是靠你信心连结于谁 不是你信心大 你就会做这题 你不会就是不会 你信心再大 你对自己信心再大 你还是不会做这个数学题 你觉得我绝对会做 你还是不会做 我真的不会做 我还是不会做 我一点都不会做 你还是不会做 重要事情是 他可能会做 他那个同学可能会做 他应该会做 他保证会做 他一定会做 他不会做 如果从头上跳下去 无论你信心多大 你连结对的人就OK了 OK 所以门徒信心是小的 相对跟耶稣比 再来 但是 确实耶稣这样说了 就这样啊 有一类的鬼 要禁食祷告才赶得出去啊 那这跟信心哪有关系 你就是要做这个神 要你做的事情 神要你做一个信心的行动 就去做事情 就会成就 那你说耶稣这有没有禁食 我相信耶稣常常禁食 而且刚才 从变相山上走下来 从山上走下来走多久 根本走几个小时 对不对 所以啊 他就是在禁食啊 耶稣搞不好整天都禁食 你都不知道 他常常服侍到没时间吃饭啊 对不对 所以耶稣自己也有禁食 那他有没有祷告 他不常常跟天父说话 他在山上 他也在跟天父说话 对不对 所以啊 祷告禁食他都做了 照他所说的 他也成就 他也自己做出榜样啊 其实我们今天 要来先定义一个信心的定义是什么 信心不是对自己有信心 信心是对神的信心 我今天对我自己有信心有什么用 我又不能靠我自己的力量赶鬼 我要怎么跟鬼打 对不对 我是要用手跟鬼打 还是用比大声 我看很多人赶鬼 就放美的视频出来了 干嘛 是鬼烧 鬼耳聋还是 他是耳聋 鬼不是真的耳聋 好不好 对不对 你不用怕他比大声 我都把小小声赶 开什么玩笑 喉咙很贵的好不好 我要讲到 我要讲很久很久很久 所以我都会小声讲 那你不要对鬼说方言 因为他听不懂 他听不懂方言 你可以对神说方言 那个方言是天使的语言 然后自从他们堕落之后 我相信他们听不懂 OK好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纠结于门徒 信心大或小 因为其实信心小跟大 都是我刚才说的 今天那个同学会做 无论我对他会做这件事 有多大的信心 我只要他愿意来 我相信他可能会做 他大概也不会吧 也许有机会会问问看 或是我相信他可能会做 或是他应该会做 他保证会做 或是如果他不会做 我死给你看 这种信心 这信心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或者你是连结对的人 所以今天是你连结耶稣 耶稣来做 所以这个鬼是耶稣赶的 不是门徒赶的啊 但是就算门徒行使权品 其实也是行使耶稣成就的权品 所以今天你信心小 事情还可以成就 是因为你找的人对 所以你信心大小 不是你对自己信心 是对耶稣的信心 有些人对耶稣的信心非常大 那是真的 那他会因为这样得到很多的奖赏 但是这件事情成就不是靠你信心大啊 因为那个经文摆明了 像芥菜种那么小的信心 就会发生神迹啊 这个爸爸就是一个例证啊 他就承认他信心小 像芥菜种一样 他我心但我心不足 结果耶稣是不是成就了 那这样子连结对的人 那是不是可以说反之 如果我连结于基督 那像芥菜种那么小的信心 我是不是可以就是宣告一下 那也不用说禁食 祷告就可以感觉 我的答案其实是 当神说要禁食 你就禁食 当神没有说你不是靠禁食 你是靠主耶稣 比如说啦 我们再回到刚才那 你这题数学题不会 你问同学 第一信心大小已经无关了 我们现在都接受 不是靠你信心大小 是连结对的人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同学说 你去买一瓶饮料 给我喝 我就帮你做 那你要帮忙 那你不要 你不要就不要 不要我就不帮你做而已啊 那你要不要做嘛 那你就说不要啦 你会啊你会 我会是一回事 我愿不愿意是一回事 那是同学啊 耶稣说你要禁食 你就禁食 因为主是主嘛 那并不代表 你有信心禁食 你没信心禁食 重要是他叫你禁食祷告 你就禁食的时候祷告 他就会出来 就是神说的嘛 那神怎么说 你就跟着做就对啦 但是这件事 不是说你信心大小啊 你相不相信 那个同学会不会做 那不重要 那同学已经来 但是他说 请你买一瓶饮料来 那如果你想要 你真的想要 请你去买一瓶饮料 拜托你好不好 你不买也没关系 就他不做而已啊 这样可以吗 因为其实 这其实是 很生活化 很实际的问题 因为你总是会觉得 自己信心不够 可是那是撒旦的试探 你要看自己信心够 要干嘛 我不一定 我信心够 就对自己很有信心 结果你还是不会 那题数学啊 你要找对的人 找耶稣 你信心小 他还是愿意做啊 但是如果他叫你禁食 他叫你祷告 你就要做啊 这样子事情 就会跟他合作成就啊 OK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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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